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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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让我在进宫慕容家之前 暗中控制慕容冲的内力 我已经做到了 您什么时候兑现您的诺言 让我嫁入福家 莫及莫及 我呢 先在府外 给您安排一处宅邸 您先歇息几日 此事待平息之后 我们再进行商议 福公 您不会是想反悔吧 您可别逼我将真相说出去 您想去除了 晴儿啊 二叔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这天下谁不知道我福某人 那是言出必行的 只是 慕容家刚刚被灭门 若此时福家举办喜事的话 那是要落人口舌的呀 晴儿啊 你放心 你呢 迟早都是我福家的儿媳妇 那 二叔 一切全凭您做主 我先退下了 我先退下了 慕容伟 你想干什么 哥 小姐 你 哥 慕容公子他没有邪魔 哥 你跟他们都疯了吗 知人知面不知心 江湖上的事 你知道多少啊 不要在这里捣乱 我捣乱 慕容传在哪儿 我要见他 死了 我不信 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死啊 我要见他 我要见他 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蒙汤 庄主 庄主 带小姐下去 现在江湖上鱼龙混杂 不要让他到处拦跑 是 庄主 小姐 哥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哥 你还是我哥吗 带小姐 我喜欢一名掌 什么 阿妖跑过去了 赶紧把他给我追回来 是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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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哥哥 车 阿瑶 阿瑶 冲哥哥会好起来的是吧 情况不大好 还好遇到了你 老板 这包子 能不能施舍给我一口 滚滚滚 离我远点 臭药饭 慕容宝 是 城主 如何处置慕容家的余孽呀 慕容家的余孽 当然是叫给二叔来处置了 好 只要不弄死便好 为何 我听闻慕容宝的父亲 生前枯爱收集古典秘籍 说不定知道山海秘籍的下落 红儿说得是 那就按红儿的意思办 那二叔就多费心了 我先去寻药药了 好 怎么不动了 孟桃 你给我让开 小姐 你不要冲动 城主正在赶来 你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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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啊 只要你放我们走 我并不会伤害福小姐 我并不会伤害福小姐 走 走 艾艾你下车吧 我带她找个地方几块遗址 你们带上我吧 万一路上被别人发现 你们还可以随时劫持我 艾艾 你是个好姑娘 跟着我们一起太危险了 我不 我愿意帮助你们的 封王小剑 小心伤了艾艾 你 prod 哥 大淑和朱婉呢 他们丢下我跑了 我 不然 慕容成 你这样下去你会吃不消的 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等一下 你先把药服了 我入洗碗 你等一下我 你等一下我 慕容冲 你吃点东西吧 这里到九聚山还有一段距离 你这样子的话撑不住的 慕容冲 你多少吃一口吧 慕容冲 你振作一天 慕容冲 慕容家被灭门 难道你就这么算了吗 慕容家满门 苏家满门 灭门直仇不共戴天 你别忘了 你娘是为了救你才死的 你娘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个窝囊的样子 在殿下他要起来跟你一耳光 可我娘没了 都是因为我没的 慕容冲 你看着我 你娘 留得青山残 不怕被柴烧 你只有振作起来才能够复仇我 娘这一辈子 都是为了我 让我去躲山爱秘籍也好 正盟主之位也好 不是为了我 都是为了我 现在也为我 他没了 慕容家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初吻 我什么都没了 你爱我 你爱我 咱们都离开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会离开的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陪着你重建慕容家 喜庆元君 朱儿 朱儿 入魔 木槿冲修炼魔功已然入魔 你吃完这顿饭 就好好在客栈里待着 一步都不准出去 不 冲哥他不是坏人 他没有入魔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 慕容家全家都被剿灭 慕容冲身为慕容家余孽 非常危险 你断不可与之接触 哥 我看你才是失心疯了吧 孙家被灭门之时 冲哥哥就在靖安城 你明知此事并非他所为 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不是因为朱婉的事 朱婷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我自有分寸 下去 福洪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为人 要正直 诚实 你看看你像这样子 瑶瑶 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 这孩子 是 红二啊 瑶瑶年纪小 这些是非那儿 他还分不清楚 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之后回靖安城 就给他找过好人家嫁了吧 也好 没问题 主婚 你没事吧 我 不行 你现在这个状态 走不了多久的 这是干什么 我给你传出一些魅力 你坐稳了 不行 你内功没有正法 强行给我远功会子孙的 我天赋一禀你忘了 你放心吧 那你万万小心 放心 我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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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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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点烧乎 你都已经这副目样了 你还要逞篡吗 你不用担心我 我 我没事 川 对不起 我爹娘都已经不在了 你不必再加班川了 我这还有些银子 我昨天说的话 你都忘了吗 收起你的银子 再也不要说这种蠢话 朱儿 你听我说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整个江湖把我当作魔头来追杀 你可以跟慕容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不用再说了 我不会做的 朱儿 在这个世上除了我爹和我娘以外 你就是我最在意的人 我喜欢你 可我不能自私脱领你 救你了 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想赶我走 行 那我死了以后 你想把我丢在哪里都行 我绝对不会跟着你 你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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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什么 你快点了 你快要快点了 我快点了 诶梅 忍着点 站住 你们两个从哪儿来的 傅小姐 他们都是我朋友 不用查了 是 是 走 郑主 显若阁的兄弟们 在上岳山一战中 全部身亡 他们的遗体呢 遗体 也全部带回 好好安葬他们 照顾好他们的家眷 是 下去吧 是 冲哥哥 住完 公子 冲哥哥 你怎么跟来了 我是在寒城碰到他们俩 我猜他们是来找你和冲哥哥的 我就带他们一起来寻你们来了 这个 这个是我从家里带出来的灵药 你快看看 冲哥哥能不能用的事 谢谢 西风 你怎么样了 我 我 快坐下休息会吧 好 你们先休息吧 我去给大家采点野果吃 好 我再去河边看一下 你开玩笑 你怎么 我带着小子 我松了 我去哪里 我先去哪里看看 我需要 wire 哪里 我 nood 伏公 不知二位找在下何事啊 铲除魔头义不容辞 我愿助伏公一臂之力 我爹被慕容家所杀 我定于慕容家势不两立 见门主和魏公子 乃少年英雄英勇无畏 江湖一大姓氏啊 我家红二有二位相助 我看见他们任何公子 那是阿姨 那慕容冲迟早被禁 扶红与慕容冲自幼交好 谁知道他会不会心慈手软 藏死心 没话 复公 他不是这个意思 二位的心意 我明白了 扶乘主 那我二人先行告辞了 请 我明白了 扶乘主 真是上天要助您哪 我们发现了慕容冲的踪迹 只要是抓到了慕容冲 那您在江湖上的地位 可就要生一生了 来人哪 在 下令活捉慕容冲 其他人等杀无赦 是 且慢 扶乘主 那扶摇还跟他们在一处呢 这么远 没到呢 站住 自己人 自己人 站住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还不够给我滚回去啊 你们还走 我是扶摇 快走 躲起来 你 怎么 不 怎么 这么 这么 三 不 不 吃 来 不 operations 绝 走 我们这一路走了 十分隐秘 竟挑山间小路前行 怎么会突然被人追杀 有内奸 天涯尽头 此行何处停留 踩下眉头 却又伤心头 相思苦旧 脚步吸着离愁 情难受 南山悠悠 孤影独随青州 月上枝头 无人可在等候 轮回倒流 冲不回这山路 亦难受 红尘中爱恨枯朽 山海依旧 沉不见沧海桑田 谁曾停留 放开无常的洪流 淹没曾经相守 留此生回忆也就足够 沉重的梦 不朽 风雨月依旧 抓不住 冥冥之中 放开的手 纠缠命运的缩口 缠绕你的眼眸 就寂寞一生 悲欢离愁 情深已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